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10 这是今天第四场诸报点击节目 上一场没有谈完 有两个会议没有召开 这两个会议非常重要 一个是每隔五年有一次经济工作会议 现在还没开呢 再就什么呢 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应该有一个一中学会 对吧 现在也没开 也没开 这都非常不正常 出了什么事 我们来看看万维网的一篇文章 不同寻常 李克强呈权斗里牺牲品 关键会议再次难产 不仅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 两个人免治以后 特别是国防部长难产 而且呢 有两个重要会议 现在也没开 也很诡异 这个消息是引用了日经亚洲社论 撰稿人叫宗泽克尔 他的观点 十月九号 他写了一篇文章 说放弃李克强的经济学 限制了习近平的选项 就习近平现在什么都管 经济他也管 但是现在他们拿不住招来 怎么救经济 说随着领导人寻求 可以吹嘘的成就 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 被推迟了 他必须要开个会 只是早晚 这篇文章是什么回事呢 他说这篇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是每隔五年开始重要会议 制定什么呢 横起的经济政策 他不是一年 是五年了 十年前的秋天 他说上一次是李克强 提出来的李克强经济学 就以前是搞这个名堂 现在不可能再搞了 那你习近平的经济角色 什么东西 他说但今年 由习近平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 没有显示出 召开经济政策 制定会议的迹象 现在乱套了 按照惯例 说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 选出代表 一年以后 要召开第一届 中央委员会 三次全体会议 超过350名 达高级党员 聚集北京开会 为国家经济政策 制定纪念方向 但距离82年 10月召开的 上一次召开的 20次 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已经一年多了 就三中全会的日期 没有公布 甚至10月底 就是上个月 召开政治局会议 也没有发布消息 这都非常不正常 你讲整个烂套 宗泽克尔表示 这一推迟 是在中国经济 陷入困境的时候 或许正因为这样 这意味着习近平政府 放弃通过调整政策 来改善局势的能力 不是 他想调整政策 也想改得好一点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只讲这件事 就这两个会议 现在都没有召开 这确实是一件大事 他这么一提示 人们都想起来的 那么他就讲到 他说 一位在中国国内外 关注中国经济政策 40年 有这么个专家 研究了40年 他将目前的延迟 归因于10年前 至八届三中全会 做出的决定上位实现 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 一个牺牲品 因为他们斗 他们原先那个目标 那时间 什么目标 就李克强提出来的 就是李克强在2013年 三中全会上 发挥主导作用 确定中国的 基本经济政策方向 因为大家知道 那时候你想 这个胡文 胡文那个年代 还有个后劲 对不对 那就是习近平刚上来 该专家讲 人们现在可能忘了 那次会议的决定方向 是什么呢 李克强经济学 说那次会议 是在中共十八大 宣布习近平 为最高领导人 李克强是二号 自后举行 如果那次会 李克强是一号 他可能这个李克强经济学 就落实了 结果没有落实 他这 2013年三中全会通过政策 旨在指导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 会议公告其中有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描述是什么 就是让市场在 志愿配置中其决定作用 那等于基本上还是胡文时代 还是邓宝平那套对不对 发展是一种道理 据官方媒体报道 与会者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是意识形态了 放在首尾了 对吧 整天抓人了 改造思想 说同时强调 发挥市场机制决定作用 说2013年的会议显然侧重于什么 结构性的改革 减少中央政府的控制 培育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 那次会议还特别重处推进 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那时候应该是民营其手 对吧 说这个议程在海外受到了好评 一位专家说 习近平政策的经济政策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为特质 并以其设计者的名字 将其称为李克强经济学 这肯定习近平也不服气了 因为他上了以后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问 原老什么起 一定还请一点作用 他本身玉毛没封管 所以李克强提出这个 习近平肯定是心里不舒服 对不对 这就解读他为什么要用刘鹤 通过人民日报的文章 说动不用权威人士认理 就搅局了 又成立施警小组 绕来绕去 把李克强全力拿走了 所以这个李克强经济学 心同虚设 讲这事 说李克强经济学 十年前一个众所周知的树林 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见人 记得他了 李克强上个月在上海 死掉68岁 对元老们来讲相对年轻 因为日本人记得 讲的很违法 就没什么大孩子 说宗泽克尔说 在此次期间 中国的经济 与一三年致命的方向 避倒而驰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作用 这一句不如 以前被异议的政策 抛到脑后 确实 以后不是市场起作用 是什么起作用 行政命令起作用 说习近平写思想起作用 意识形态 逗 宗泽克尔称 审视党内权力动作 得到了答案 李克强北来是经济总指挥 但在实际事实时 却完全没有表现出主动性 就没有用 习近平根本不听 说改革工友企业失去动力了 吸引力了 16年两家主要的供应企业 像是有这么两家 宝钢集团和武装 核壁就是证明啊 他说中国当局以供给侧改革的名 推动这一核壁 导致钢铁产品进一步 过大共国预求 他为什么搞一带一路 就跟这有一定关系 就是就是产品太多了 遍地度的范围 称灾啊 卖不出去啊 就是越大越好理念的 负面影响啊 造成这些东西 生产过剩了 李克强当时 两人赤迷于改革工友企业 并没有措施不管 他象征性的表示 工友企业应该受审 这表明他反对 大型工友企业 变得更的臃走 就是合并的人都不赞成 是不是这个意思 宗泽克尔写道 作为国务院的首脑 李克强本应负责 宏管经营政策 但是习近平 已经很好的将权力 计算了最高层 就拉到他手里了 全给了刘鹤了 对吧 在这过程中 三号人物放松 对经济的控制 这二号人物放着控制 就李克强没钱 忘掉改革吧 习近平呼吁 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做大国有企业的政策 被迫通过 导致僵死企业幸存下来 给了一些国营钱给破产之后 他给他合并整个整体 壮大了 明显完蛋了 如果市场机制正常用 这些企业就会被淘汰 随后在2020年 进入第二个任期的习近平 开始雨冒风满 他说了算了吧 他就开始像私营企业 施加抓人 那孙大吴是吧 还有重庆的老板 这一点在中国对阿里巴巴集团 和其他科技公司的打压组 明显体现出来 文章指出 说过去十年的条件 事件发生一期的事件 可以看出 即使是党内 一直通过的经济政策 最终也可能得不到执行 就心同虚实了 李克强经济学素质高格了 说现在呢 中国经济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阵痛当中 现在完了 由于国一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和其他企业面临财务困境 确定三中全会的日子异常简单 他开会讲啥 你看这个恒大也完了 马上病毒员 病毒员听说 保险公司要接受 谁知道真假的 说平安保险要接受 外界传 要不就是垮下来 全垮掉了 一个接着也垮掉 说第二阶中华免疫会将无法开除 任何药方来缓解困惑中 撤回的重大经济问题 他开会干嘛 他为什么不开 不敢开 开这些电脚人们全傻瓜 只能吹捧新银瓶 这个都拿着稿来 你也稀核心这么好 家妈呢 经济可是实打实 没有钱了 你想玩赚钱 是不是 如果匆忙召开三中全会 结果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这将在国内外给人失望 并有可能是经济更加不愈悲观 所以现在男人呢 坚而言之 这样的会议可能适得气烦 就他现在这一切政府 他严重抓人行 怎么整人呢 但真正解决一些问题 没有找 这有意思 比如说当今中国的动荡 不仅先于经济政策 还在政治的外交领域 也有体现 比如说青岗 以上后 接连免去的外交部长 黄黄部长职务 这边文章讲 他说作为一向被广泛 是比权益之间的 举措 中国的对外 最高的外交官 青岗的前任 王一杰外交部长 但是 黄黄部长和两个 国务员的职务 仍然空穴 他这个 讲的不对 现在已经已经都拿掉了 对不对 现在对郭元斯 现在有些人都是空穴 就是习近平 没找到合适的人 就是帮助他做事的人 全跌脚二 宗泽开二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习近平 轰手召开 二十街 那么只有凸显中国的不稳定 政府别无选择 只能谨慎 谨慎行事 现在国防部长 还没有关 这边会还没开 这党代会都没开 他说呢 中国共产党试图解决 当前的境地问题 怎么解决呢 就在十月三十号 三十一号 先召开了金融用作会议 后来他就把金融这一块的权力 全给了 就合了一份 对吧 他说当李克强 还是共产党的第二个人物是 金融政策 主要以为中国内阁 服务院管理 标志是每五年 召开一次金融委员会 但在二二年的 十月党的二十街 全国代表大会让李克强退休了 他不仅离开了党的 最高节省机构 还离开了中央委员会 所有的职务都没有了 17年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了 但在二二年没有召开 这是对惯例的蔑视 就根本都烂逃了 金融会议也没开 这一年以后 在今年十月底召开 但改组为共产党领导 金融委员会 改组就换人了 就习近平虽不信任 想了半天 他要找什么人呢 一个是对他忠诚 第二还得能干 对你忠诚人不可能能干 他怎么办 就让何立峰 何立峰也是爹小儿 他干得好不可能 在厦门习近平的市场 都选不上了 他正选不上了 对吧 习近平和何立峰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习近平担任夏门寺副次长 一位中国金融界消息人说 习近平认为金融问题在政治上也气宜重要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和他亲自指挥 就无法度过这个风暴 习近平认为任何事都在亲自领导才行 但是恰恰只要一交给他 就是干啥 所以也这么办 这位文章讲说 与此同时 说是十月二四号 中国的人大 西村 额外发行一万亿人民 入圈赛券 没有别的招 也没有效益 就借钱 拆了东墙不西墙 又开始发国债 国债之后是一万亿 宗泽克尔说 如果习近平下周在 秀金山 就会拜登见面 他说一个选项是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呼吁 见拜登以后 谈挺好 如果拜登还能答应 继续对他进行改革 还要继续开放 往里投资 努力美国倾向投资的话 怎么是不是就好受一点 那不可能了 他说如果习近平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 和美国总统发交道 并向中国公共展示他取的进展 情况可能改善 他能够向国内外解释 至少在外交方面 正在取得成就 其实外交方面也很难 你看今天 这位高人 有一个人在自由压店 才发表一篇文章 他讲 持雕未期 再起会多的一个战争的 先兆 就这一次 你跟上他们两个人 到球机上见面 搞不好再开战 原因是因为 黎思英这案件 他费心非常深刻 等一会儿我给你们讲讲这个事 那么这边回到这边文章 他说 这个日本记者在文章最后写到说 随着习近平如此彻底的集中权力 就习近平越来越把权力都放在自己手里 什么都听他的 我会他现在上班以后就可能天天就看文件 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想卸上让李强参加 这个会议让何立峰参加 他就算个最大老板的 不是让以前是分工 没有分工 大体上有分工 所以他讲什么事叫你去做全是炮腿 你比如说你借那个 比如说你比如把他借哪个外面 那个韩正这个韩正去 但是你去他什么他什么 韩正他回了会过 老大我去了 这么讲怎么你看怎么办 那我看这样办 韩正也没有找 所以他所有人都听他越干越杂 他这个意思 他说二十级三中全会迟早要召开 而且这个经济公共工作会议也不能回避 每五年一次 说当他真的举行时 应该密切关注他如何处理 私场的决定的作用 就看着速度还有私场 后面就没有私场了 就私人财产全部没收了 你看今年外 海外有些媒体都已经披露了 说是怎么几乎房地产 房地产企业租部共产党企业全收走了 收走了以后 全班转换成什么呢 连组房 就变成地价房了 这个一个是无上提供的一种房 一种是廉价住出去 就两种 那就等于全部都收私有财产 你比如说你有三套房 以前都数一年政府钱拿了 拿了以后政府出租给那些分担户 把政府拿的盈利 就不和计划经济连的一样 那时候就是这样 谁家有私有财产都没有 然后按照你的政治表现 忠不忠于姓名 忠不忠于党 给你分房了 那大连日报 我刚进去工作那时候 我这82年进去 那不就是什么 论子排辈 就是大连日报就员工 就是那个房子 房子 一个道着给一个 你比如说你是子弟 干了20年 咱现在都要等 都没有房申请 报纸那么给房 咱也没有钱买房 那时候你改个开放年代刚开始 就是这样 完了领导就给你表现 完了 就给这个房子给随随随 比如说第一次你是一师的 你分了个一师 挺高兴结婚了 对不对 过几年你要傲呢 或者又又盖了房子 把那个两师给你 就小的到处 给下一个同事 就这么 对吧 不就这个道理吗 80年 不过90年代初的时候 就这个问题 所以说那时候 咱们就生气 因为咱们都是工作当中 是主力的 一毕业以后 可受宗所 都咱们每天画白 那时候没有 没有不上钱的电脑 那时候千字减字可累了 你想那么多数十个人 就对开四百 小抱 就每天忙活着 然后我就平常就一人 说妈咱这么辛苦 什么时候分上房 我放上分上房 我那时候刚结婚 也分不上房了 就找我爸爸帮着 借房子出 是吧 然后那时候就想 哎呀哦怎么哦 咱们这个客室 还有就是这个文艺部 还有六七个人 我今天那时候拍的 前面是张景勋 张景勋嘛 是韩连文 小韩 小韩 女的不给高 不管女的 男的 就这么写的 还有那个梧桐 梧桐 管文 你就拍一拍 我还得拍吗 六七年才能 顺上小房了 就是那个 别人到处都破房了 你不知道 有些房子还瘦 连 连瓦斯都没有 还瘦那个 就是一划几罐 那就干脆 走啊 找个地方调走啊 拿着打印给咱房子 到哪去 这个人都是这样 叫人挪死活树挪死 是吧 他是讲着 也就是现在中国这个形势 什么呢 他为什么这个会议 这个记者没讲 他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 我看他 他只了解 中海那天那一幕斗 中国的事 就现在这个形势 心里在犹豫什么 就是要不要把 私有财产 全部没收 他现在在假装开放啊 他得犹豫 就是他抱有幻想 就是我坚持着 基督路线这一套 我是中人制 对不对 我是世袭制 我儿子也是 但是你还得 对我进行开放 我的人还可以出去 外上纷纷在这抽子 口子见差 我还得有钱 他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不可能这样的 让他这么实权实力 就便宜都他债 因为西方讲的 想法已经非常明确了 原先报道 你就希望你能 逐步的走向多党制 民主法制 宪政民主 就像司法独立 就像美国这样才能对接 对不对 因为美国不能看到 你变成帝王制了 我还给你开放 我开人 不断来给你送生意 工厂在你这制造 直接制造大厂 什么厂地都买你的 买岁数 你老是逆厂 那他干杯就不能干了 是不是 而且动不动抓人的人 对不对 所以这个美 其他工艺部不绑门了 尤其是台湾问题 所以他这里很大的问题 习近平心在犹豫 但是要彻底的把这个 老百姓 私人猜全部都收 他又怕引起上革命 你就想象那么多心得痛 根本心不痛啊 连城市的人 我知道最最差的城市人 也是两套房子 三套房 对不对 住出去 你现在突然给你房市回去 就别国家的 国家的 东西了 老百姓就说他自己住那个房子 完了 你住给别人 他不跟你二交啊 因为以前改革开放 干了几十年 整个钱是吧 还叫了七岁 办了房证 你就想人不给你翻脸吗 你个个都在干 所以习近平在这犹豫 他就会没法开 他想象是最最好的全面变成这样 然后根据你的表现 你歌颂我心 你就有房租 发分房 北韩部就这样 你歌颂我呀 我就给你饭吃 完了 一个车去就一个大食堂 没有餐馆 就个大食堂 发散票 你表现好 你就得排队 就是击中营了 那城市老百姓能干 每个人都在造反 我就给你饭吃 所以他现在心里怕事 他就老想着他家的事 我为他妈也是愿意的 这样做就这个政权 永远在我们习家手下 以后就像秦始皇呀 秦始皇在不像秦始皇 秦始皇 你们秦二世就完了 他在向康喜 清朝 康前盛世的几百年 是吧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 他就画像老挂 他打这个扇盘 我认为 什么李强 丁学祥 这都跑腿 等他儿上了以后 就好杀他了 刚开始是 比如他死了 他儿可能也 就像金正日死了以后 我就说 你看那些康贯子 那些排队走的 冠冕堂皇的 惊天动力 显谈忠诚 刚走不上 谁给他顾腹 就爽起来了 自己蹦了 给他同乎一模的个个 也干死他马来西亚 一定是这样 完了这些什么 陈铭尔 李慎强 什么 李战叔 王小红 陈铭尽 肯定对他都给他收拾 因为什么 他儿子随着自己年纪正长 对吧 二十年 三十年 上了以后 我估计现在 我不知道多大谁说 据那有个字 媒体讲的 现在是三十来岁 那人家也是成立自己的板子 对吧 他肯定在玩的工程当中 就有匹玩伴儿 肯定信任那些人 就跟那些人靠着上来了 那些人上了以后 就会像他对的李克强一样 给他整这会儿干掉 是吧 他才能放心 你想想以后 就太可怕了 我看有的 这个来的好的老百姓 这个企业老板 他抱有坏想 以后 他能想现在随便走 这个经济发展 没这个老婆 你搞不好 就是一场战争 为什么这样看 你看 今天有片文章 很好 其他文章待会给你们介绍 他说你看 这个自由邀点 还有片文章 讲这个事 说是关于这一次 败习会 他说 虽然很多人呢 都催捧 即将在三藩市 就旧金山举办的 亚太经科组织会 就这马上就开始了 说是败习会 有可能缓和中美之间 紧张关系 但是呢 有一些观察人是发现的 说除了台海紧张局势以外 才将涉及到 什么黎智英的事 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小事 黎智英 你看他讲 说以及他被控官 国安法的支持民主人士 送到中国审讯 将成为一个难重点 就是黎智英这时候 中共不是一直想给他抓到北京去审讯 关到北京监狱 清城监狱 他想这样 关到北京 国内的大监狱 真是海外这些批顶他的人家 人士 他说美国国会 即行政部门 中国事务委员会 承交给拜登和拜协会提出的 政治团有一个大名单 名单当中 就包括黎智英 他说可见 黎智英的案例 已经变成一个相当敏感的课题 他说虽然 香港现在司法和大陆还是不一样 就是相对来讲 有位以前的英国流 流这个制度的一流 就是他的司法机构 成教署 这个机构 也不符合民主社会标准 他不如加拿大美国 但是比大陆要强 就是这个意思 但能相比之下 比中国超过千年的残暴体制来得好 要是一旦给一家送到中国大陆走牢 你就倒霉了 我是知道 我在监狱里待了五年 那个月 你说我能不知道这事吗 那个 就监狱折磨人是最狠的 我就把你吓死人了 他说只不过 如果黎智英 以及其他支持民主人士 被送到中国审讯 连表面看来 少有的公证都不会有 表面看来 多多少少有的公证 这个不会再有了 而由李旺阳 刘晓国过往的遭遇来看 西方国家绝对有理由怀疑 黎智英 甚至其他一通 一些送回中国审讯的民主人士 反正会死在狱中 这是很大的事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而现在有潜在风险 送到中国审讯的人 有不少都英国的国籍和其他国籍 因此老外 说是因此西方国家 并无这个空间 对中国的做法置之不理 因为他送是英国国民对不对 李旺阳 他的意思你要真的押回中国审讯 这个复兴的话 人英国就和你开尴尬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不是要跟你还继续跟你勾兑 要什么改革开放 从会改革开放路 完了还给你提供什么这些 这个就业机会贸易什么 不是这样的了 另一方面呢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本质 就是透过中文联合声明 这指国际条约建立到防火墙了 他讲就是九七年回归的情况 他说防止中国将 共产体制的劣质部分 透过司法行政系统 大会我都去香港 他就讲了文州州 以前我那个节目当中 已经通俗讲了很多次 就是自由世界和危险世界 原先达成协议了 就是通过香港联合声明 达成什么协议了呢 就是你在罗虎桥画了线 你别往前走 咱别往前走 算法干嘛 算法保持五十年不变 就相信咱们的后代有办法解决 咱们不想解决 因为邓老平他很聪明 他至少战术不了自由世界 那么那时候呢 自由世界也认为给他机会 让他自己慢慢发展 反正一定程度 他又和平转型 这坏奖也破灭 就这个意思 这不现在习近了一步 近了一步撕毁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五十年才二十多年 就他撕毁 反正他想再进一步拿台湾 那以美国肯定 其他国为给你翻脸 就已经宁可在他打仗 就不会再给你机会 这是必须要讲的事 怕这讲人太文文周周了 我这么一讲 其实你们就挺明白的 因为每一次 他说每一次这些独裁国家 撕毁国际条约的行为 都是战争的先兆 他是根据一战二战 发生的原因 你看他这方面怎么讲 他说这方面 二战前的德国可谓是专家 他说 以色大战令英国被迫残战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德国撕毁了伦敦条约 入圈的比利时之战 你看见没有 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所以才打着仗 二战之前 西方国家任由纳粹政府撕毁 范尔赛合约 你就看这两条 伦敦条约和范尔赛条约 说灰军进驻 这个莱茵河 卢尔工艺区 重新武装化 两次行动不久 就爆发 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说在离职那时候 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 因为他是英国纪 你老拍英国 英国现象 你在一国两制 在五十年不变 就是香港这个事就玩我 我怎么 还卡着你继续跟你玩下去 所以现在为什么 这一美威 为什么其他国家 态度这么坚定 人家已经可以这样讲 人家已经准备好了 跟你打仗 反正你别不认不认识这意思 说因此有些中国中共高策 如果以为不断恐吓 将黎智英送中 会令到西方国家 不再关注香港和黎智英 这判断是错误 十分错误了 特别是要留意 刚刚完成了七大工业国 东京外长会议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外长七大国会议 外长会议声明 对中国和台湾问题的态度 就台湾再不可能向香港 就让给你 因为香港就让给你 别人抽稿 别人忍了 你不可能在香港 六万天再给你妥协了 因为他们退路 再没有退路了 他说基本上并无特别生计 但唯独香港问题上 自然而有生计 再加上英国月底 派军前赴日本进行军事演戏 这些都反映了 如果败习会要有成果 中国必须在香港问题上有所回应西方的诉求 但照习近平的老红月兵性格 悟空一切 依我未尊的态度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推荡 就是现在战争 要打架 搞不好 因此 这次败习会 孤单未被中美关系带来任何改善 而且如果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越来越残暴 或者台湾选举国当中制造越来越来越的麻烦 中西关系只会变成冷战 甚至更差的情况 在无法可协管控分歧情况下 演变成战争 而习近平打得如一散发 跟我刚讲 咋不怕闹 闹以后 就是你一不动 我不动 你要是冷战 这个习近平就把他儿子整上来了 他就放心 习近平特别担心 他一旦下去 不管谁上来 他都有可能 这个因为得罪人太多 最后他被别人关了监狱 他不愿意走这一步 对不对 以往 苏联领导人和军方 都用意识地去管理通美国的分析 避免核战发生 这也是二战后的冷战 并未有爆发热战 成为一场长达数十年的静坐战 就这么不像敌视静坐对峙 而习近平的个性 恐怕未必有这个战略智慧 他这么解释 他说如果大家 只把这个黎智英看成一个 十分富有的 就是开报纸的老老板 说暴障东主 也许并非这个事实 他就看错了 他作为一个英国公民 以及英国一国两制的金丝雀 他个人暗闻 已经成为变成了 宗里脚立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就香港并非如武器人所言 已经不再受西方的关注 香港的地位都有地位 香港的历史和都市地位 令香港成为地缘政治一个冲突点了 而如果北京执意要把黎智英送去送过审判 现在快了 这个要于是相信后果 远比移送法官检察官被制裁严重的多 美国只为何你翻脸这个意思 你咱最后看一看黎智英 你看黎智英 你得羞辱黎智英这样捆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捆过我老家 没有这样 他就是手铐带的 后边我看 从来也没过 这咱们实时求是假 咱从来不造型 在前面 再不就一起解开了 这个就明显是干什么 就寒蝉效应 别人卡发抖 甚至真打算给送回北京去 关押 如果那样的话 你就等今天的文章告诉你 这将意味着战争 你就看 而战争新军能打赢吗 打不了赢 40天就都夸台 我就讲 不行你们等着看吧 就像扫大摩一样 在爬出来 从地洞里爬出来 到那天就后悔来不及了 好 谢谢